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艺术与人生的一个节目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艺术家 他是叫做欧桂华 他是一个新锐 很多人都不太认识他 那其实他很厉害的 他自己在我们的热城广场 有在开课教很多学生 而且每个学生都非常喜欢他 尤其因为可能是老师没有很凶很可爱 看起来甜甜的 可能学生就幻想说我也要像老师这么厉害 所以他的教学风格应该很多学生都很认同 那我们是不是先有 我们的欧桂华老师跟大家问好一下呢 嗨 大家好 我叫欧桂华 请多多指教 那我要好好指教你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大概就是说你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从事这个艺术创作的这个旅程 我从小就喜欢 喜欢画画 艺术的东西 什么都喜欢就对了 对 你小时候怎么会知道什么叫做艺术呢 会参加比赛 因为奖品很棒 所以就一直参加就对了 参加比赛其实是在给自己一个 证明自己的一个努力的成果 那虽然它不是代表什么 但是它会激起那个兴趣跟那个热忱 才能持之以恒 那你是启蒙老师教你的 还是你自己本身就有这个天赋 启蒙老师大部分 其实一生中很多老师 那因为我也遇到很多贵人老师 他们有帮助我很多 那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因为你现在是当老师了 那以前也是被教过 我们一直都很就是很奇怪 就是说很多就是填鸭式的教育 就是很多学子 他有学生他有创作的一个 因为艺术是无限的空间 可是老师偏偏会把它 设定在一个区块 你会不会也是大概 类似这个状况的在教学生 那你学生你叫他画东 他故意画西 你都怎么样去鼓励他 其实学生 因为学生他分很多阶段 因为我最小的学生是幼稚园中班 那我当然不能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的教学方式 是都不一样的 我们要以 因材施教 对 因材施教 量身定做就对 是 都是这样子的 都是个别教导 那你会 就是要先去发觉他喜欢怎么样 对 我们一开始会先了解他是 他的兴趣 让他产生兴趣 他才会有那个热忱 他会想说他才有成就感 他才会一直不断的学习 那老师我问你一下就是说 你要怎么去认定这个小孩子 有艺术天文或者没有 这个是可以培养的 还是硬逼他的 没有 不能逼 因为小朋友 你一定要让他自己产生兴趣 然后而且每一张画 他们都有故事性的 甚至我们做老师的 还要陪学生讲故事 或者是听他讲故事 真的喔 对 他会跟我讲说 老师我今天怎么了 遇到什么事情 所以我要把今天的事情 画在图画纸上 所以我就会很开心的说 你们就尽情的画 没有什么设限 因为学生你不能 你不能 就硬逼他就是要怎么做就对 不一定 就是你要让他自由 发挥那种天生 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画图 需要有灵感的 他不会随时随时有灵感 那这个灵感 我们怎么去把它抓回来呢 或者是怎么创造出来呢 像有一些学生 就成人 以成人来讲 他们都会跟我说 他们之前会学习什么 但是我希望的是他们 我虽然是说 你要归零 才能来我这边才可以学到东西 但是你的天真 你原有的东西还是要保留 我没有要叫你把它毁灭 只是说你可以用新的东西来 尝试加入在你原先有的东西上面 会更更豐富 就是我们有时候技巧不够 我们可以提供他一些技巧 怎么去做出来 那像这种构图 一般我们要下手 第一手就不晓得从哪里开始 那这个老师 我们一般初学者 我们怎么去教导他 怎么去构图 怎么去下第一笔 构图非常重要 对 像如果以成人来讲 就是已经 已经是成人他已经可以 自己有想法 对有自己想法的时候 在构图上我会先以临摹为主 对 我先临摹先把技巧先学会 其实我都会跟学生讲说 构图非常重要 如果你要让呈现这张图 非常精彩的话 你的构图不能潦草 对 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在构图上面 下功夫 也就是说素描方面 也是要平常就一定要加强的 所以我们在平常就是一定要 以这个写词的方式去练习 比较多 对 没错 就像桌上有一些杯子水果 那些都可以做题材的 那我们一般像 我们都知道这个图 这个光线的一个掌控非常重要 那我们一般的人 没有办法像老师那么敏锐 怎么去把光线带进去我们的画里面 这个有什么一些小people 可以教我们的光线 因为我们在画图这个 其实那个亮的 其实亮的另外一面是暗的 亮的地方一定会有暗的一面 所以像以这张图画来讲的话 它是白色的花 当然我就不能 我白色的你要让它显现出来 是不是不是很好显现 你就是要后面的颜色 去把它凸显它的白就对 对 让它呈现出来 可是这个画 如果除了事实上油画怎么样 这个白我们要先预留 如果像一般的水彩 水彩是可以预留 可是你如果超过你就回不来了 白色的可以改过去 其实我们有一些特殊的颜料 可以把它盖过去的 是可以 但是水彩它是属于透明水彩 它是可以重叠的 它可以一直修正的 是这样 所以这个选择的原料也要懂它 对 透明水彩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因为这个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各位看到这个这么多 这个一定会吓一跳 这个到底这个要很厉害的才有办法 没有没有 其实我这只是一小部分 有 这样 我今天就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而已 我一些工具都没有再出来 对 那还有一个 我们还有一个很特殊的 什么 这个叫做 艺术家 艺术家最重要的这个东西 叫做调色盘 调色盘 你知道为什么要让它这么 为什么不给它整理干净 对 对 因为我们这个锅底颜色 有时候是调色调不出来 我们必须要用这边的颜色去上 所以我们一般我们画画的人 都知道我们这个调色版是 难怪我们去看都脏脏的 不是假装说它很厉害 又画很多了 这意思 有一些颜色是必须这种锅底颜色 才能呈现的 所以各位 所以我们都会保留这样子 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有学到 一般我们去看的艺术家 他们里面 好像很多调色盘 都脏细细的 包括那个油画 油画我们都是用在那个调盆 全部都挤在调色盘上面 所以这个调色盘非常重要 是非常重要 而且它有很多颜色是 不可以丢掉就对 对 不能丢 一定要这样子 要调就很难调出来就对 对 因为我们颜色固定都带几个颜色 因为有一些颜色 它就是要让它感觉就是 多种颜色 但是它不是说一下子能调出来 而且我在上色的话 我都是直接 我没有在这里调 我是直接纸上 纸上就可以调 直接上色的 直接直接上色 没有在这里调 我只是有一些 抓颜料 对 我只是颜料都直接上去就上 是这样抓起来就对了 了解 所以这个调色盘 所以它颜色才会比较鲜艳 饱和 我们以前在小时候都喜欢看到它们有一个洞 要这样抓着 这样 油画那种感觉 油画一定要这样吗 其实我们都放在旁边 对嘛 这手很酸 是 对很酸 因为我们每次挤上去的那些颜料都厚厚的一层 也是很重量 对很重 所以我们都是放在旁边 可以放在旁边就好了 不要像他们以前 我们艺术家好像一定要拿一个洞 对 拇指伸出去 外国人都是这样 好像很这样 要戴一个帽子这样 是啊 然后要用的拉里拉他 对对这样比较像艺术家 像你那么漂亮当艺术家 不是 艺术家可以这么漂亮 当然可以 不是 不是要张旭旭的 这样画起来比较漂亮 没有我们要优雅一点 我们不一定要跟 对我们要学 是这样 我们要学好的 不能学邋遢的 听说老师今天有准备一个草图 要来大概简单示范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是不是示范一下可以吗 可以 太棒了 你看各位 今天不用花钱就可以偷学到一点点东西 好 这样不用钱吗 不用钱 太棒了 你看 一张旭老赵老师学 学费很贵的 不会 老师都 要广告一下我那个学费不是很贵 真的 但是你可以多美彩的学习 不单单只有水彩 我是综合美彩都有教学 真的 所以没有很贵 不会很贵 可是那个 超便宜 台澳一工坊抽太高了吧 没有 没有 这就冤枉了 就要替那个理事长 真的 他没有抽成很高 没有没有 他对我们很好 就是他也希望你们把这个艺术推广出去 对 他有给我们舞台 真的喔 对啊 所以我们不能误会他就对啊 我们永远都没有被看见 所以台澳一工坊真的不简单 在我们的艺术界 是真的 尤其是培养这些心锐 真的 太重要对不对 对啊 我们要趁这个机会 然后给他鼓励一下 感谢他一下 谢谢 给我们这个机会 对不对 而且搞不好就是因为透过这个很年价 很简单 大家都负担起的时候 可以创出很多艺术家出来 对不对 因为生活还是不要有 一定离不开艺术啦 如果生活就很孤单的 这样子每天吃饭睡觉 赚钱这样一点意义都没有 真的 我们要把艺术带入生活 对对对 而且艺术它是 好像艺术没有不好的东西嘛 好像艺术都是好的嘛 没有 它可以让身心非常的愉悦 因为你这个心术不振 好像没有办法作画 很奇怪 书法也是一样 对啊 所以这种艺术家 好像没什么坏人 比较少啦 坏人比较少 比较少 比较少啦 因为他 他坏心也不好意思做画啦 没办法做啊 因为他会 应该会表现在图画上 对 内心的那个 对我们在画图 就是把我们的 心里面的东西 用透过画把它表现出来 有时候如果比较黑暗的话 可能画出来的会比较灰暗一点 对对对 好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老师 我老师才示范一下 像我们这个是要画一个图是先把这个 构图 构图先把它做出来 所以我就先自己先把构图先构好 来这边上颜色 那我们 我现在就要先示范这个什么叫做 纸上混色 好啊 各位观众朋友啊 眼睛放亮一点 偷学到去 今天根本不用花钱 但是不是因为不用花钱很年价 这个是我们重金礼聘 他给他骗过来 教我们一些东西 让大家能够入门学一点东西 好 那平常的话 老师在做话我们是不可以炒他 那因为今天是为了节目的需求 他愿意让大家偷学一点东西 大家一定要仔细看 那老师把这个再弄上一点 看不太大 看不太大 好 这样就看得到了 那为什么用那个笔那么小呢 是啊 我们常常会 我比较有时候会喜欢用一支笔 然后画到底 它细节上会比较好 一支笔可以画整张图 可以啊 它因为比较 我喜欢用比较细一点 小支的 这样啊 它可以慢慢的 就跟你一样比较秀气型的就对了 应该也算是 个性的关系 也算是 像我的话 这粗线条的话 我会拿很大把的给它涂两下就好了 因为透明水彩的话 是可以重叠的 可以重叠 我刚刚已经上一层了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 我是不是都没有在调色盘混色 我都是直接沾个水 之后颜料 可是你这个颜料有点干干的也可以用啊 是 它就是这样啊 水彩就是这样 为什么水彩有一些是 块状的 我们有很多块状的 这是条状的把它挤在上面 让它干了之后 它只要遇到水 它就可以 有颜色啦 对啊 是不是 因为葡萄好像快要 对快要一颗一颗一颗 感觉就比较好吃的感觉 然后 然后坏掉的葡萄你可以画得出来吗 坏掉的 对啊 因为葡萄也都是好的 不是有画过那个 不然没有 没有 你坏掉的葡萄就 很难画啊 对不对 也不是难画 你知道我有画过那种櫻桃 它是有一点点瑕疵的 就是有一个 哦 这个会不会难度会比较高 我是用蜡笔画 哦 真的哦 那会不会难度比较高啊 不会啊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带过来 哦 因为这个我们都画漂亮的 是啊 那这个坏的好像 就不会 因为我喜欢让它晶莹剔透 对啦 其实 因为这个 我们就画好以后 放在我们的餐厅 每天就看到很多水果 对 这样也感觉很舒服啊 对不对 是啊 用眼睛去吃我们自己画的水果 对 对不对 也觉得很甜嘛 是 你画到烂的就不行 其实就可以一直重叠 我如果觉得不够 我就是继续啊 因为透明水彩 它这个好处就是 可以一直重叠上去就对 它可以 那我画错怎么办 画到变成黑了 一样 不会不会 因为尽量不要用黑色 就不要用黑色 我们都是用 紫色蓝色去表现 哦 那我们看到很多葡萄上面 有一点粉粉的 我们可以表现出来 对 果粉也可以表现出来 对 果粉 果粉的话就是用一点白色的 特殊的颜色就可以了 也可以做出来就对了 它其实 哦 是这样哦 所以 所以都是用紫色 感觉上也不会那么难 但是如果碰到我们的话 就变得很难 但是 嗯 因为有很多人他是 因为怕水调色 嗯 他们不知道说可以直接 颜料就直接 直接上到画质上 画上面 是 这个还是要 我们技巧上 其实都不用害怕啦 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 可是找到好老师 还是有很重要啊 是啊 然后老师也没有在看播 什么东西 我不会看播 看播啊就是说 我如果把你教太厉害以后 就不用行啊 不会啊 因为我们以前 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讲过啊 他 其实 你为什么要怕 看 为什么要怕你的学生比你强 对啊 七处一来会超过老师的光是 对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个 我就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那个叶问的故事 嗯 叶问 李小龙 李小龙成名之后 是不是叶问就 也跟着成名了 因为他是他的老师嘛 对啊 是因为学生成名才在重量 对啊 或许哪一天 我的学生比我强的时候 那不是更好 以后他就是 我要去找老师 是 我的老师可是 歐桂华 对啊 这个观念 大家要学起来 所以不用唱播 对对对 这个很重要啊 我觉得以前 如果师父就是可能 不太够啦 所以他爸爸全部教完以后 他就 比学生笨 你看 其实也不是有句话叫做 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各了 对对对 其实艺术这种东西 它还是要靠 自己的努力啦 嗯 其实我以前在 学习的时候 我几乎每天都在画画学术吧 嗯 只是人家都不知道而已 嗯 那老师像我们这个的话 整个主体先画完了 再处理背景 还是先处理背景 才处理 我都是事先把那个 主体要先 每一颗每一颗完整 我都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 所以我不会说 背景很难呢 看到吗 因为前色很鲜艳 鲜艳 很多不同的色彩去调出来 是 对像如果说 以这一张的话 对对对 以这一张的话 你看那个背景 就很漂亮 对啊 它就是 主体的话是以白色花嘛 所以它必须 后面的有一些都一定要放掉 哦 才不会太硬 所以这个背景的话 我们可以自由去配色吗 还是怎样 可以自由配色 不行啊 这个还是要老师教我们 要不然本来很漂亮 一配变稠的 不会啦 就是怎么讲 还是会啊 你看你就用紫色跟黄色就是很搭啊 这个强烈的对比 你来上课我就教你 要开心啊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 我们还是要花一点成本 但是老师说很便宜嘛 对 而且你不会很贵啊 可以广告吗 可以广告啊 我们做节目不广告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是在月城有教学 可是听说月城有 是五堂课1500 对到八月底 但是 很奇怪喔 现在学生反而更多 对啊 因为它掌控 累积蛮多的学员 所以我们未来 如果这边万一没有的话 我们还有别的地方 可以继续教学 我们已经有在 方案已经想好了就对 已经有在 涉略有在 准备啦 接洽当中 所以不怕 我其他地方也有教室 小岗那边也有 真的啊 那我们上课都是怎样 是 我们平常如果去学习 我们就固定的一个时间上课 是 对 真的啊 那带我们的 用具 用具 或者是 如果 如果不方便的话 需要我代购 我是会帮学生代购的 哦 这样啊 嗯 那老师你方便提供一下 我们的报名的专线 给大家了解一下吗 报名的专线啊 没有关系啊 我们这个本来就是要广告啊 我有 Lite 8 Lite 8 我有个人的Lite 8 然后现在目前的话 没关系 我们到时候会秀在下面给大家看 是吗 我们到时候会把 我们的Lite 秀在我们的画面 哎呀 大家就可以直接 欧老师教室 可以询问上课的时间 对 还有一些课程是 什么课程的安排都有 那老师你教那么久的学生 你有没有发现 有比较特别感受 特别的一些印象 或者是觉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可以啊 好来 我们再等这一句 我 因为我最小的学生 在我们小港的小月画室嘛 我最小的学生 就是双胞胎 龙峰胎 然后你认得出来 是谁吗 龙峰胎可以吗 龙峰胎可以吗 所以他们一开始来的时候 会 因为小孩子他比较 他如果说画不好 就说 老师我不要画了 就在那边哭闹 对 但是 我就有办法把它搞定 我知道一定是买什么糖果 什么骗他 没有 没有 这招没有用啊 没有 因为我隔壁的 我们隔壁刚好是一个美法 那种美法庭 美法庭吧 美法院 这不乖就把他剪光了 他听到我这边小朋友已经大吵大闹了 他就跑过来 我已经安抚好之后他才跑过来 拿剪刀吗 没有 他说 他对我说 老师 我真的替你捏把他冷汗了 因为已经闹成这样 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两个小孩 他说你怎么可以搞定啊 我就想说你会不会换我哭还是怎样 可是没有 我还把他搞定了 真的啊 因为你要先了解小朋友他的 那个是你的拿手 我很厉害 小朋友都多爱我 不是怕你怕的样子 不是 你再给我这样的话 你不要注意一下 没有没有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的 没有用很凶的教育 因为我太了解他们了 真的哦 我跟他们做朋友 那你安亲班也可以试运哦 是啊 可以真的 真的 真的哦 我现在爱的教育真的很重要 用爱的教育 他们很爱我 可是现在小孩子都牛皮气很麻烦 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的信 你要讲 虽然有时候讲一下一点点道理 然后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讲 他们会听的 他们现在乖乖会自己画图了 会哦 画的好不好看 不错啊 不错哦 因为我现在活动里面有在做 胸针送给会员 胸章 胸章 就是你自己 自己画的图 然后把它做成胸章 然后他可以送给亲朋好友 很有成就感 是啊 多热烈啊 带一个那个同 亲戚朋友都要带一个来去给他看到 真的 那感觉很好 一个一个 每个人都在 看到他有 他当然也想要有 当然当然 这就是一种鼓励啊 哦 这个方式也是不错的啦 那像比较年纪大的 一般很多人我碰过 他们就说 我很想画 可是我不敢画啊怎么样 怕人家下我什么的 很多都是这样的话 而且下不了手 那我们都怎么鼓励他下手 其实我都是跟学研讲说 你今天来是要开开心心的 我没有要交作业 没有要考试 所以要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愉快了 然后我会一开始就是教他构图 我有一个个人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去过安全班 他们都是画那些小朋友的那些 夺色游戏比较多啊 对对对对 可是那个阶段的小朋友是这样 没错啊 但是成人就不一样了 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嗯 嗯 不是我会尽量先以 因为我刚刚有说到说 李某的部分嘛 我会用图稿 我会找一些图稿让他们练习 嗯 嗯 那他们画完以后 所以这个一开始就是构图 我会教他们用最轻松 最快速的 入门法 嗯 哦 这个 对 就是 这个我的学生应该都知道 所以他们即使没有经验 嗯 没有任何经验 还是根本没画过的 一旦来上课都几乎 都非常满意自己的作品 是是是是 啊你后来 我是今天没有带上作品 你模以后以后 他们就可以自由发挥了嘛 有没有这种机会 他们自己想 他要其实这个东西要长期 嗯 他不是速成班哦 嗯 他还是要慢慢的累积啊 我先学会基础 你要对 像例如说调色 例如说这种水彩部分的话 就是你要怎么去上色啊 嗯 但是还是 我还是强调说 在构图上是非常重要 嗯 当你还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你要学习 先学习一些 别人要怎么画 你才知道说 所以我以前常常告诉自己 其实我希望我在55岁的时候 有一千件作品 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要卖很多钱 一千一件卖一万就一千万了 我是告诉自己说 我只要画好一张图案的话 我至少可以学到一至两个技法 嗯 那你看一千作品 我都学到多少技法 哦 我是这样自己跟自己的一个鞭策啊 所以自己有设定目标就对了 是 现在目前大概 四五百幅作品 那还有很久的时间 对 还有一半 好像 嗯 所以还要再努力 要保持就是很清静心 就每天不要吵 有空就画 有空就画就对 因为我之前在长青班的时候 我是要示范的 嗯 我大概一张图稿下去 你知道 一二十个学生嘛 是同样一个稿 我会示范 我会自己先完成一个作品 然后去教学生说你这应该怎么画 他们就临摹去学习就对了 对 然后他们再回去有画 或者是没画 没关系 来的时候我会在现场 以他的作品上画给他看 嗯 了解 就直接个别的指导就是了 嗯 了解这样 太棒了 这样是比较快啦 因为每个程度都不一样 也对啦 也对 其实 其实根本 其实所以我听老师这样讲 好像画图没什么好怕 人家敢去画 对 老师再一点记起来 要听老师的话 要听老师的话 不听话老师会皱屁股啊 不会皱屁股啊 不是啊 就是您要归零 要懂得归零 这个对 这个很重要 归零的话你才可以吸收到别的 对 所以老师今天讲了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 嗯 我们在学习的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归零 要放下成见 你才学得到东西 如果你本身已经有意识在了 你会左右到你学习的能力 反而东西不容易吸进去 那等于白学了 是 而且会影响到你的学习的功能 太多啊 嗯 那很重要 所以老师这样很对雷 我觉得今天有学到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以前 我也从来都不请假的 嗯 我包含现在在教学 我也都不请假的 你不请假 不请假 我不会轻易请假 所以我都一定 只要有一个学生 我还是会上课的 那学生请假 你会不会很生气的 说好像对你没有尊重 不会 不会啊 不会啊 就是随意 就是很自然的就对 对 只要有学生我就会上 一个人 我们也是要教他就对 是 我不会因为要好几个 玩百玩也可以 玩百玩就学得更好 对 他们都开心 他们每次都好期 好期待 只有可以跟我一对一 老师可以好好学到东西 那老师我想 就最后的时间差不多 你今天有带一些作品 我们稍微简单给大家秀一下 那改天我们再做一个深度的一个 让大家能够了解你的作画 好的 听说你要等到一千画 一千张 那这个机会你就 如果你去参展 如果人家卖掉 就又要再怎么办 我有作品集啊 我把卖出去的都会做成一个作品集 对 所以不用害怕说东西卖掉 因为我们老师有讲过说 其实卖掉就表示你有被肯定 这样会对 对 对 会不会贵很贵 不会啊 我都很亲民的 跟我本身长相一样亲民 没有啊 你那个很漂亮 人家不太敢亲近你啊 哈哈哈 老师我们抽几张放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要不然有点放逛 这样不好看 好 你就抽几张 我先拿几张经典的给大家分析 跟水性跟油性两种 但是 这个色先笔会不会很快褪色啊 不会褪色啊 这个不会褪色啊 其实这铅笔 摸到会不会就晕晕开了 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啊 它如果是粉彩 粉彩我们去必须要喷 或者是碳笔的话 必须要保护 但是这个是完全都不会褪色的 不会褪色啊 我都用蛮高级的 学这个色先笔也是比较简单啊 因为你画这个笔软的比较不容易 这个反而要更细心哦 这时间上会比水彩还要来得久 因为它要一笔画一慢慢画 因为它是 因为我今天没有带那些东西来 没关系我们就是下次 笔的形状是 就是像素描笔一样的意思 它只是有颜色嘛 就色铅笔 我们在小时候在玩色笔一样的那种吗 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都是 我用的都是比较专业的 专业级 色铅笔的话 像这种构图完了 也是要先构图 我们如果希望背景 我们想要做背景 这样也可以再用别的色彩去处理吗 可以 但是因为我用的是专业的 纸 纸张 所以它本身已经有颜色了 所以我几乎就是以 以底色这样就好了嘛 对就不用了 不要太乱了 因为反而它 它就没有跳出来了 主题就是要这个斗鱼嘛 对它要让它呈现出那个感觉嘛 像不像照片 有没有像 你知道为什么会说相片呢 因为我在伍德殿各展的时候 去年的四月份 有小朋友进去参观我的画展的时候 他跟妈妈讲 妈妈 都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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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像 然后我这个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用蜡笔画 现在的 现在 以前我们没有流行 我们现在流行的是那个油画棒 它画出来的感觉像油画的感觉 那我选择这黑色的纸 这是我特别自己的喜好 好像你看这个光线就特别亮了 是不是很像那个油画 对对对 但是它是在黑色纸 你黑色纸的话 黑色你怎么可以画成白色 这样可以啊 可以啊 你黑色纸 是不是要盖住这个黑色的话 水彩就不能使用 因为水彩是透明的 它盖不上去 所以这个要一定要用这种蜡笔的 油画棒来呈现 了解 这个是我 我那一段时间自己研发用黑色的 然后把原本油画的感觉 把它用快速的方式呈现 这个可以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真的喔 那油画的话因为要停留 要让它干啊 要停留个好几天之后 才可以上第二层 但是这个很简单 所以我现在的学生几乎都 在画这个 因为他们很有成就感 因为你画得很漂亮 他们就想学老师也可以画这么漂亮 真的可以喔 真的可以做到喔 真的可以 看这个葡萄都想抓钱吃一下 我这样子指导之后 他们每一个画的超棒的 可以上我FB看 我都会分享学员的那个 老师那个凤梨会不会很难画 凤梨喔 凤梨当然会比较难画一点 因为它的皱褶多嘛 对 但是我现在目前好像没有凤梨这个东西 对啊 很少看到人家画凤梨 是啊 但我这个有一个粉彩 喔 可爱的小朋友 是 这是粉彩 这个眼神怎么漂亮 漂亮吧 我们没办法画这种眼神 对对对对 而且很可爱吧 天真无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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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粉彩喔 这个都 每天清掌也是很过瘾 是很可爱 所以你看我都是沉浸在这个艺术里面 那你刚才有说到那个果实的 果实的那个白色的 刚才这个都已经有 有白色 就已经有了 对对对 都有那个 粉 果粉 果粉 嗯 嗯 那我都喜欢 我其实很喜欢 我的 我喜欢真的很鲜艳的 哇 所以我的 我的 我的 水彩都比较鲜艳一点 嗯 好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 芒果吧 不是 这也是葡萄 这个也是葡萄 葡萄长这样 这个是有 它应该是算一种 一种 一种 新品种 外国的一种 难怪 那个叶子不太像啊 葡萄的叶子是 很多边边的啊 对 我突然 突然 当机 突然忘记 那叫什么 好观众朋友 我们这个效果是 稍微有点 因为我们是做去背 所以那个 叶子在绿色的 有点透透 变得蓝 但是你们也要 要发挥你们想象空间啊 看欣赏艺术品 就是要有一点想象空间 是 才会更美 那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再看一幅画的话 除了 要了解 要去看老师的一些 绘画技巧 他的构图 最重要的是 老师在画图当中 他有很多他的心思在里面 那我们再看一个画 要让他活起来 就是 重点是在这边 所以我们今天请老师 来跟各位讲很多 他的一个创作 我们也希望各位 能够慢慢的去爱 我们的艺术 去了解艺术 因为我们常常会接触到 很多人 他说我看了 不然还是 只要做一个东西 其实我们不需要 看这个东西 随时都看得到 但是看画就不一样了 我们一个东西 怎么变成一个画 而且画可以天马行空 可以无限的变化 他可以 这个的话才是我们在 在艺术上最值钱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欣赏艺术品 要懂得怎么去欣赏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常常请老师过来 老师过来 跟各位了解 聊一聊 他的一个创作的理念 跟他的创作的一些 精神灵魂在所在 我觉得这个画的 对我们来看 我们会百看而不腻 而且会越看越有味道 那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愿意提供这么多 宝贵的时间 跟大家来做这个沟通 同时也让大家了解一下 当一个艺术家 他也当老师 他怎么去教人学生 他怎么去推广这个艺术 这个在我们这个社会上 是非常重要的 那最后是不是老师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今天上节目的一个感觉 非常开心 也非常紧张 很紧张 非常紧张 偷偷告诉各位 刚刚老师流很多汗 我还提供蜜茶给他喝 真的 喝了之后 才会比较凉爽一点 但是很多艺术家 也没有什么机会 可以来这边唱首艺人 那我们愿意 《中华新报》就是 愿意开放这个空间 让大家很多艺术家 来谈一下他的创作 他的一个理念 他的一个对艺术的一个执着 那也同时透过这样 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希望以后 我们会有 做一些即时翻译 也可以给国外朋友分享 因为我们这个是透过 国际网络嘛 国外也很喜欢看 有的是看到你很漂亮 你的图很漂亮 但是他的内在 我们没办法懂 但是我们会努力 尽量去做 因为我们在这个 网路的平台 它是无国界的 那我们也希望国外的人 也希望了解到我们 我们国内也有很多 好的艺术家 尤其像我们 对我们高雄很不公平 以前说高雄怎么艺术沙漠 对这个是太离谱了 因为他不晓得 什么文化沙漠 其实沙漠的 沙漠以前的这个文化 是特别多的 他们根本看不到 对他把它乱形容 这样不对的 所以我很高兴 能够我们那个 那个王理事长 他有这个机会 带领那么多艺术家 能够慢慢的 因为现在数位时代了 我们也没办法 叫每个人 都有机会去看图 我们现在有 透过我们的制作 透过线上 透过手机 他们就可以随时都可以欣赏 欣赏一次 两次 三次 好的话就分享给很多朋友看 这样我们可以达到 我们在对艺术的一个宣导 那也让大家更了解艺术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观赏 谢谢 拜拜 下次要来 好的 下次要来表演 你要记得要 有会邀请你 要cue我 会啦 好 拜拜 拜拜